嗨 這是新竹碰餅 我現在要來體驗就是寫這個新竹碰餅 我要在上面寫羅好吃 這就是可愛的新竹碰餅 我待會想要在上面寫好吃好了 小寶寶現在很好奇 寶寶 等一下啦 好啦 為了怕我等一下字寫太大寫不下 所以我們決定寫羅好吃三個餅 然後這個是紅色的使用色素嗎 對不對 我現在要來下筆了 好啦 我現在就要來下筆了 小寶寶有想寫嗎 這個寫這個新竹碰餅 對不對 這是要寫預約才有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預約 那我現在要開始寫 好 怎麼了 我寶寶失控了 第一個字羅 這個空間比較大 羅 你有拍到嗎 羅 加一點墨水 我覺得我真的太厲害了 好可愛喔 好第二個字 小撲撲不要哭嘛 現在要拍第二個寫第二個字 好 好好吃喔 我在雙心寫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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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寫第三個字囉 吃 好了 完成 給你們看我今天寫的多好吃 三個字 登登 我已經寫好了多好吃 小寶寶你幹嘛啊 多好吃 好可愛喔 這是很可愛的一個體驗 如果你們也想要來體驗寫這個 新竹碰餅的話 記得預約喔 新竹碰餅 欸是素的喔 一個25塊 它是像這樣子 然後還有竹芡餅一個三匙 綠豆碰 綠豆碰超好吃的 我超愛吃綠豆碰 蛋黃酥 這邊也有鳳凰酥跟鳳梨酥 紅豆麻糬Q餅 柴酥餅跟台北酥餅 芋頭蛋黃酥 台灣伴手禮 哈哈哈 小公主快受不了了 耶 哈囉我是羅浩池 登登 有看到我桌上滿坑滿谷的餅嗎 這是什麼餅呢 這是來自於新竹的一間古早味 在城隍廟附近的餅店 叫做蓬城真餅店 哇今天要吃的是哪一些餅餅呢 這一間的招牌就是這個啦 竹芡餅 新竹在地的人應該都有很多 我聽過竹芡餅 可是不見得有吃過 我就是其中一個 雖然我不是新竹人 可是在新竹 有居住一陣子 可是竹芡餅 我還是真的第一次吃 還有什麼呢 這是柴酥餅 柴酥餅 柴酥餅應該很多人也沒吃過 然後呢就是這個 登登登 上面有寫羅浩池 這個是新竹胖餅 我女兒他可能也想吃 登登 小寶寶 你要吃什麼 喔 他要吃這個 羅 那你要跟我一起吃嗎 是不是要一起吃 然後他們店裡面還有這個鳳梨酥 跟這個鳳凰酥 好 我們現在就要來吃吃看 他今天有點辣的 吃吃看 竹芡餅店的竹芡餅 柴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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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想吃是不是 你沒有說哈囉 嗨 哇 這麼可愛喔 你要吃哪一個 我們先吃哪一個 你要吃這個是嗎 鳳凰酥 這個 你要先吃這個嗎 好 媽咪猜給你吃吃看 我女兒說她想要先吃吃這個 新竹胖餅 那我們就下來吃吃看吧 好 我已經準備好包茶了 由於兒童在這邊 我們要領他圓面 所以我就 先切好 撕空 好媽咪切 媽咪切 媽咪切啊 你不可以拿 媽咪切 來 唉唷 唉唷 刀叉太危險了 媽咪直接拆開來給你吃吃看 太危險了 寶寶失控了 好媽咪開這個給你看 多好吃的吃 這是新竹胖餅 老闆娘特別講說 要搭配杏仁茶吃 我現在來去拿一杯杏仁茶 哈囉 我的杏仁茶 我直接請 威特幫我拿一個 杯子跟一個碗 我們準備好杏仁茶 來試吃看看這個 新竹胖餅 他說 直接把燙燙的杏仁茶 倒在這個 新竹胖餅上就可以吃喔 可是倒下去過後 我們該怎麼使用呢 所以 我還是需要叉子 我們現在把鍋子清開 波波你要忍耐一下 媽咪弄給你吃 哇 我剛剛去熱了一杯 吸到燙燙的杏仁茶 杏仁茶也真的蠻好喝的 杏仁茶我是去那個 那叫什麼 草本茶買的 先陣子才去買 好 欸 可以給我一個碗嗎 我要倒那個 倒那個 碰餅 把那個熱騰騰的杏仁茶淋上去 我們家小公主 比我還想吃 他現在已經 好隨便你的 我們來試試看 哎呀 他是擦這個盤子 好 我老公拿了一個大碗工給我 我們現在呢 先把新竹碰餅擦一個 哎呀 小心 先擦一個 鋪骨碰餅 噔 這味道好香喔 我想要先吃吃看沒有零的 你看他裡面是加什麼 哦 他是甜的有點像 綠豆碰那一種 他裡面加這個 看起來好好吃喔 不要跟我講耶 好 他是香草口味甜的 我現在要聽從老闆娘的建議 把我們的杏仁茶淋上去 可是因為我女兒已經失控了 我現在淋一點點上去 熱騰騰的杏仁茶淋 好我們來吃吃看 公主我們吃吃看 媽咪吃吃看 媽咪吃吃看 嗯 嗯 嗯 真的好吃耶 嗯 他的口感其實有一點像那種 太陽餅老婆餅那種甜甜的 可是他外面的那個酥皮是一層一層的 哇好香耶 寶寶你要吃吃看嗎 好吃嗎 哇看樣子他喜歡耶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嗯 跟講我女兒甜的都喜歡 他很誇張 吃吃看 雖然他甜的都喜歡 可是他還是蠻挑的 嘿你怎麼不捧場 媽咪吃 嗯 嗯 還要吃嗎 你還要吃嗎 啊你嘴巴還不是張開 嗯 你要吃嗎 嗯 剛剛為什麼就這樣呢 好吃嗎 嗯 我知道了 因為 他每次吃第一口都是嘗試 他會先甜甜他 那味道好不好吃 覺得好吃的他就會接著吃下面的 你看 我女兒都覺得好吃的東西 跟你講很少 他超挑的 連他都覺得好吃 我們先吃第二口好不好 你手手抓 你要餵媽咪吃是不是 媽咪把他吃完 嗯 嗯 老闆娘還有說可以加 油奶也不錯 欸我覺得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新竹碰米的代言 欸我女兒 嗯 嗯 嗯 跟你說他才剛吃飽耶 他剛吃飽 竟然 吃這個可以開心成這樣 表示這真的很好吃 好喔 他上面啊有那個紅色的這個字 其實是可使用的 紅色色素 哇 吃到他拍手 也真的是 你太開心了吧 那你要不要拿給阿瑪吃 要不要拿給阿瑪跟爸爸吃吃看 要不要 好拿過去 好 那我們的新竹碰米呢 我們試吃到這邊 好吃讚 因為我女兒都覺得好吃 我現在接著吃吃看其他口味 我把它帶去給阿瑪 呵呵 媽 媽 Waiter過來一下 你幹嘛 你把這個拿過去吃啊 你媽妳吃幹嘛 嗯 好吃耶 甜甜瓜 我要來吃他們的招牌 紅橙真餅店的竹欠餅 到底什麼是竹欠餅呢 我跟你說 我現在開一個給你們看了就知道了 沒有吃過竹欠餅的人 怎麼可以叫新竹人 不是新竹人 當然要買新竹 就是要買半熟 就是要買竹欠餅 拜託 喔 我現在來開一個給你們試試看 其實它是鹹的 然後呢裡面是包 看 我記得我上次有拆一個還是裡面是有包豬肉跟冬瓜 沒記錯的話 對 豬油 冬瓜 麵粉 油蔥酥 白芝麻 糖跟蛋 就這麼簡單 它上面有撒這個白芝麻 好香喔 喔好香喔 然後裡面是有豬油 油蔥酥 看 就有點像傳統的那個鹹大餅 好好吃喔 跟你們說 現在很多人結婚也會送大餅 彭城真筆店它有在做結婚的大餅 那如果你們覺得 還是要走傳統路線要訂大餅的話 可以考慮 彭城真筆店喔 那天跟老闆老闆娘他們聊天啊 他們很特別 他們以前是做金融行業的 然後是回來接那個 他們是第三代傳人 回來接他們的老店 這鹹餅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 剛吃飽 我都還可以把這個餅給吃完 OK 這是竹芡餅 再來呢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柴酥餅 嗯 嗯 嗯 他們有榮獲2016年新竹十大伴手禮 現在插一個 柴酥餅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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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長得不一樣 它上面應該也是有放一片香菜And3 And3是我新學會的台語 也就是香菜的台語 老闆有說MC的那個諧音有點像 緣分 代表呢 我跟你的緣分 所以你在送伴手禮的時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 它原來還有這種含義 柴酥餅也是豬油冬瓜 它有一點點蒜泥在裡面 所以它也是屬於是鹹餅的一種 現在試試看 先拔開給你們看 喔 對耶 它有一個 大 大蒜頭的那個味道耶 它的內餡長不一樣 是這樣白白的 它是鹹鹹甜甜的 剛剛這個竹竊餅餅它比較偏 就是真的是傳統鹹餅的感覺 就是豬油鹹味 然後香味 然後呢柴酥餅鹹鹹甜甜的 好香喔 好好吃喔 我覺得傳統的 傳統的一些好吃的點心 真的不能失傳 所以第三代傳人回來 接他們的老店是對的選擇 這種好的東西怎麼可以失傳呢 如果他們沒有繼續做下去 我今天怎麼會在這裡坐在吃 坐在這邊吃竹竊餅 說是不是 竹竊餅就是非常好吃 嗯 甜甜甜甜甜的 讚喔 好香喔 好我們今天也是吃兩種 喔 三種餅了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鳳凰酥 鳳梨酥已經很多人吃過了 什麼叫做鳳凰酥呢 對於甜點已經很有研究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女兒在叫我耶 就是鳳梨加上裡面會有一顆蛋黃 鹹鴨蛋的蛋黃 鳳凰酥 我女兒現在會叫 兩個人的 成福 第一個就是媽媽 第二個呢不是爸爸 是狗狗 所以在他心目中 第一個學會的是媽媽 第二個是狗狗 爸爸他也不太會說 好我現在要來吃吃看他們的 鳳凰酥 裡面加 鹹蛋黃 他們的都會有一點耶 可能是做記號吧 鳳凰酥跟鳳梨酥要不一樣 就是他做一個記號的猜的 你們猜是不是 我現在猜一個鳳梨酥給你們看 你知道 猜的 不然就是他某一個程序做完 他點一個點 有沒有紅點呢 沒有 你看一定是鳳凰酥有個紅點 鳳梨酥沒有紅點 好我現在先吃吃看 鳳凰酥 哇 他的鹹蛋黃 好大一顆喔 吃看看 直接吃這個有蛋黃這一邊 嗯 好吃 我必須先跟你們講 我本人是不敢吃鳳梨 那不敢吃鳳梨的人 對於這個 一點抗議都沒有 讚喔 然後拿起我的那個 杏仁茶來配一下 不想說這我的雞都好 從小的都有二頭雞 沒辦法 沒練 沒練也有 就是注定就是要夾臭大妹 台語是這樣講 他的酥皮是比較軸 不是酥脆的那種 因為有些人的鳳凰酥 或鳳梨酥 他的皮是比較硬 他這個是口感失踪 還ok 我女兒來我讓他吃吃看一口 小寶貝你不要讓他吃鳳梨酥 你爸爸 你不要吃吃看這個 你不要吃吃看 你吃吃看 好吃 你要吃看 你要吃這個是不是 你喝一口看看 好喝嗎 好啦 我們今天所有的餅都吃過一遍了 其實他還有賣很多個 台北酥餅 我還蠻想吃的 因為他裡面有加荊棘跟冬瓜 我現在是 虛蝦吃來去 而且大家蠻特別的 他們有做 花生糖 花生糖老闆娘也很推薦 不過我今天是沒有吃到花生糖 因為他們是季節限定的 花生糖不是說吃就有的 說想吃就有的 因為他們自己也限定 然後呢 還有像 蝦餅餅 跟 寒雞餅 綠豆泵他們也有 不過要記得 我覺得你們下次如果去的話 可以試試看他們的 綜合堅果 花生糖 花生糖你可能常吃 可是綜合堅果的不一樣 好啦 推薦給你們 我們同城真餅店 好棒棒喔 你怎麼酷酷少爐 你想要吃這個是嗎 我女兒對這個鳳梨酥很有興趣 我切一塊給她吃 好啦 我今天的試吃 就到 這邊 囉 怎麼樣很不一樣吧 因為平常 試吃都是一些 很一般的 忍心的話就不特別 我們吃傳統的餅給你們看 好啦 如果有來新竹玩的話 推薦給你這個 新竹十大半手禮 一棚成真餅店的餅 看咯 掰掰 爸爸沒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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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晚開了 不 它把我的鳳梨酥給毀了 我必須要趕快來收拾 這邊已經有點雜亂了 你要吃吃看嗎 它吃掉了 棒棒喔 小咪咪